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罗斯真理报称 叙利亚已成俄乌第二战场 乌克兰军方人士也表示 俄军在叙利亚首日就已经损失一个连的兵力 俄军对叙利亚国民军和自由军的大规模空袭 严重分散了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战斗力 乌克兰军警总局称 叙利亚突发内战 严重影响了俄乌战场俄军的士气 战争打的是经济和民心 俄罗斯的经济和民心无法支撑两场长期战争 中东是个著名的烂泥潭 一旦打起来 打多久牵扯谁就难说了 叙利亚隔壁以色列加沙之战 一座孤城就已经打了一年多了 到现在还没结束 真主党那边也只是暂停而已 叙利亚国民军和自由军开局就是全线进攻 一天就拿下200多万人口的第二大城市阿勒坡 五天占领8000多平方公里 在大马士革前哨重镇哈马 叙利亚军队明显也已经顶不住了 国民军和自由军这大手笔 凸显背后有大金主 俄罗斯在叙利亚败不起 但是如果俄乌不停战 俄军和蓄军必败无疑 正敦监狱的敦涅茨克前防长吉尔金发布文称 不能以任何方式帮助巴刹尔 他的失败将自动意味着俄罗斯的失败 吉尔金也指土耳其是幕后黑手 俄罗斯无法阻止其行为 吉尔金在叙利亚问题上确实有先见之名 早在2015年就预判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有严重问题 指土耳其野心昭彰 不过现在说起来已经是马后炮了 常言道亡羊补牢 但这只是在正常年月 在大变局时代不会给你补牢的机会 所有的失误和错误都只有后果 没有重来一说 目前叙利亚之于俄罗斯而言就是如此 最耐人寻味的是各方反应 哈马斯公开表示 支持国民军和自由军 以色列不仅默不出声 不再向真主党开火 网络还传出 叙利亚希望以色列打击极端组织的说法 拜登也表示 推翻叙利亚县政府不是当务之急 但白宫公开指责巴沙尔政权残暴 美欧公开的态度是中立 黑色幽默的是土耳其 一边乡占领着叙利亚北部 平地里闹出个叙利亚版顿巴斯 并借混乱之机向库尔德下黑手 一边又声称不要把叙利亚内战说成是有外国干涉 脸皮这么厚不成功 简直天理不容 叙利亚内战爆发十几年来 以色列 美国对叙利亚县政府明显有暂时放缓的迹象 这和俄罗斯支持叙利亚县政府有关 但是和叙利亚是世俗政权包容基督徒和ISIS基地等极端伊斯兰武装是死敌也有关 叙利亚政府控制区之外到处都是极端伊斯兰武装 相对于这些组织叙利亚政府有暂时相对稳定局势的作用 但是俄乌战争给叙利亚内战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这个含义就是如果叙利亚九战能彻底拖垮俄罗斯 这个问题出现在经济方面 俄罗斯经济支持不下去 经济背后是民心向背 卢布闪崩后 俄罗斯强行停止市场结会 俄罗斯轻工业产品 大宗食品和日用品严重依赖进口 物价开始飞涨 俄罗斯食品蔬菜生活用品价格上涨70%都是正常现象 埃及等中东国家已经停止向俄罗斯出口食品 因为俄罗斯无法用美元结算 而卢布在国际结算上几乎成为废纸 对于俄罗斯的贸易伙伴而言 俄罗斯正成为经济黑洞 以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状态 俄罗斯的贸易伙伴就等同于其受害者 贸易规模越大 损失越大 而且前景极其不乐观 投资俄罗斯资金大笔回撤的可能性近乎不存在 在俄罗斯重仓建立生产基地的企业 实属企业重大战略决策失误 其结果比换回卢布的单纯贸易还要糟糕 一屋一屋虽然是极其原始的贸易方式 但是就和俄罗斯贸易而言 这种方式最可靠 因为其遵守了国际贸易最基本的原则 公平交易 心理战无论怎么打 最后打的还是经济 没了经济基础 一切都等于零 能搞好经济才是世界上最难做到的事情 距离特朗普上任还有接近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特朗普已经鲜胜夺人 特朗普欲推出的内外一系列政策 已经开始大杀四方 俄乌 以色列和真主党 叙利亚 南北韩局势的突变 都和特朗普即将落实的政策有关 就在俄罗斯外汇 激进崩盘的情况同期 各国汇率也大幅度震荡 欧元跳水 卢比跳水 加拿大和墨西哥更是被特朗普迎头棒喝 特朗普表示 将在上任的第一天就给加拿大 墨西哥增加高达25%的关税 给中国加10% 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北美自由贸易区 最亲密的两个伙伴 结果被特朗普首先拿来开刀 特朗普可以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 特朗普手里控制着全球最大的终端消费市场 这个市场还辐射全球几乎70%的消费市场 此外特朗普手里的美国还主导着科技和产业的发展方向 谁掌握市场 谁就能左右经济大局 谁引领科技产业的发展方向 谁就拥有未来 大国决战 从来不在沙场 而是用波兰壮阔的发展碾压一切 俄乌战争倒计时了 再来看看战场上的情况 俄乌战争进入第1015天 过去24小时 俄军继续猛烈攻击库尔斯克和乌克兰战场上的乌军阵地 乌东部波克罗夫斯克库拉霍夫方向最为活跃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月4日公布最新战况 过去一天中共发生了180场战斗 俄军进行了42次空袭 投下47枚滑翔炸弹 使用了650架攻击无人机 进行了近4000次炮击 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波克罗夫斯克方向 俄军损失了395名军人 乌军摧毁了俄军7辆装甲战车 两个火炮系统 三辆摩托车和一辆汽车 损坏了俄军一辆装甲战车 一个火炮系统和一辆坦克 哈尔科夫前线 乌军发起局部反击 见灭了位于奥斯基尔河西岸桥头堡 新夫林斯克的俄军 并收复了该区 乌军总参谋部宣布 已将俄军从哈尔科夫地区 新姆林斯克村附近 奥斯基尔河右岸的桥头堡驱逐出去 哈尔科夫和卢干斯克州交界处 多数以奥斯基尔河为界 上个月俄军在库皮杨斯克东北方向 局部突破乌军防线 引发俄罗斯媒体的欢呼 在哈尔科夫地区 靠近库皮杨斯克区 新姆林斯克村 俄罗斯军队试图夺 并守住奥斯基尔河右岸的这个桥头堡 从而将俄军更多部队和重装备 运过奥斯基尔河 重新占领库皮杨斯克这个交通枢纽 乌军用大炮和无人机部队 持续猛烈打击越过奥斯基尔河 占领新姆林斯克的俄军 并对集结在对岸试图过河的俄军和装备 实施精确打击 终于成功地收复了这个桥头堡 乌军成功收复新姆林斯克这个俄军桥头堡 确保了奥斯基尔河右岸重镇 酷皮杨斯克的安全 乌总参通报称 名为雪荣花的第八山地突击旅地石突击营 在清除俄军这个桥头堡的战斗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 根据乌方统计 俄军对酷皮杨斯克最近半年多的猛烈进攻 在遭到重大损失后 最近一周来已经显著降低了进攻节奏 在乌克兰加强该地区的力量后 局势似乎已经逆转了 库拉霍夫方向 俄罗斯试图从北面绕过库拉霍夫 但在三斯卡附近 遭到乌军坦克部队的突袭 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乌军第71独立空突旅 在无人机和炮兵支持下 击退了俄军一次较大规模进攻 摧毁了四辆步兵战车 同时乌军在库拉霍夫以南 武赫勒达尔西北部的马克西米夫卡附近 击退了俄罗斯连级规模的机械化攻击 该攻击由四辆坦克和六辆步兵战车组成 乌军摧毁了其中两辆坦克和两辆步兵战车 迫使俄军后撤 视频显示 乌军使用喷火无人机 让俄军进攻纵队变成了一片火海 在另一边 乌克兰第79空中突击旅 发动小福反攻 推进到了叶利·扎维·基夫卡附近 库尔斯克前线 乌军航空兵用精确制导JDM-12炸弹 打击了俄军的一个人员集散地 这已经不是乌克兰空军第一次轰炸俄罗斯本土了 不过仍然不是来自F-16 到目前为止 乌克兰F-16的两次出手 都是针对来袭的俄罗斯导弹 为参与前线的战斗 乌特种作战部队游骑兵第六团 12月3日发布了一个影片 称当天他们在库尔斯克地区的防御区内 无人机在空中侦察时发现约30名俄军步兵分两组接近他们的阵地 尤其兵团将坐标传递给附近的乌军炮兵部队 炮兵按照无人机提供的实时坐标 精确地炮击了靠近乌军阵地的俄军 之后 特种作战部队士兵对失去战斗力的俄军进行了扫荡 抓获了四名俄军战俘 这其实就是俄乌战场上最真实的战斗场面描述 由侦察无人机和其他技术手段发现敌人 然后通知附近的炮兵和无人机部队进行精确打击 在残存敌人失去战斗力后派出步兵前往扫荡 乌帝36海军陆战旅12月3日发布的一段影片显示 一支由俄罗斯散兵组成的机械化纵队 包括一辆敌方坦克和五辆装甲车向乌军阵地快速移动 却被乌军修建昏凝土龙牙制成的障碍物阻挡 然后受到乌军反坦克火力的猛烈打击 乌军摧毁了五辆俄军两栖突击车和一辆T-72坦克 歼灭了30多名俄军 其中大部分当场死亡 俄军在9到10月份对库尔斯克战场发动猛烈攻击 收复约40%乌军控制区后 11月份以来 整个战场上的双方接触线似乎被冻结 这说明俄军攻击力达到了极限 与此同时 原以为很快会投入战斗的1.2万朝军 至今没有投入战场 过去24小时 库尔斯克前线 双方在这里继续打出了非常高的交换笔 俄军的伤亡极其惨重 有趣的事据报道 金正恩元帅对俄罗斯使用朝鲜军队 作为炮灰感到十分愤怒 难道他以为俄罗斯是请朝鲜大兵过来改善生活的吗 泽连斯基12月3日召开会议 听取了有关乌克兰生产无人机 导弹和大炮的报告 他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透露 乌军成功测试了一个新型号的导弹 会议决定继续推进新型无人机和导弹的研发生产 俄乌战争爆发第1015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24小时内 俄军装备和人员损失 歼灭俄军1670名 累计俄军74.74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俄军7辆坦克 31辆装甲车 26门火炮 一个防空设备 80辆各种汽车 一个特种设备 防空部队击落29架无人机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北约秘书长吕特12月3日 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 透露他跟特朗普前不久会晤的情形 重申只有支持乌克兰 获得强大实力才能实现持久公正的和平 他透露 11月22日 他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会面时 试图说服他保持与西方盟友的互动 并继续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他当面警告特朗普 如果乌克兰被迫以有利于莫斯科的条件 签署和平协议 美国将面临来自其他方面的可怕威胁 他没有透露特朗普是否被他说服 从会晤后双方没有公布任何会谈内容来看 应该是个说个话 没有形成共识 旅特说我们不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因为我们达成了一项对乌克兰不利的协议 从长远来看 这不仅对欧洲而且对美国都是一个可怕的安全威胁 他还说在任何可能的和平谈判之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比关于何时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辩论更重要 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确保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决定进行和平谈判时 他可以从实力地位来做这件事 这对我来说现在是第一要务 俄罗斯人权监察员塔吉杨纳莫斯卡尔科娃公布一份 据称乌克兰不同意接收的乌克兰战俘名单 意图引发乌克兰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无方12月3日发布声明 称莫斯卡尔科娃公然说谎 其名单中的7名所谓乌方拒绝接受的战俘 实际上已经返回家园 俄方通过传播虚假信息进行信息战 认知战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是这样的虚假信息一再被戳穿 终究会让俄罗斯自身付出代价 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交会议的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 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12月3日签署了一份合作谅解备忘录 以合作增强乌克兰能源系统的复原力 美国承诺提供高达8.2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 帮助乌克兰修复受损的能源设施 布林肯称 美国不允许俄罗斯将冬季的寒冷天气 作为伤害乌克兰人民的武器 将帮助乌克兰修复和加强能源系统安全 虽然拜登政府的任期即将结束 但还是千方百计在帮助乌克兰 这点必须予以肯定 为期两天的北约外长会议正在布鲁塞尔举行 主要议程之一是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